而根据美国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 得什么癌症可能跟你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 像在美国比较富裕的人 可能比较容易得的是皮肤癌跟甲状腺癌 但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下的 比较可能诊断出猴癌跟子宫颈癌 在台湾没有这一类的分析 但是医生表示喜欢享受美食 比方说吃牛排配红酒的人 罹患大肠癌的风险是比较高 金刚狼修杰克曼日前出席公开活动 鼻子上贴上白色杂布 对外承认他二度罹患皮肤癌 好莱坞女星安洁丽娜求利 怕罹患乳癌 去年采取预防剩余治疗割出乳房 好莱坞明星经常被捕捉的画面 是在沙滩或者是自家阳台享受日光浴 而他们也都是年薪动者千万的富裕族群 最新的一项美国研究报告更指出 离癌还有分贫富 富裕的人喜欢享受日光浴 离癌皮肤癌的几率增高 假装腺癌跟年龄相关 活越久风险越高 穷人较常见的是猴癌 子宫颈癌跟肝癌 医食研判也许是教育程度比较低 对于安全性行为跟烟酒危害认知不够所值 对照回台湾国内 其实并没有针对离癌 有这种贫富之别的这个推断 但是其实可以透过你的饮食跟生活习惯来推测 肝癌的比率出现在这个社会阶层比较低的 经济主群比较弱势的一些患者的身上的话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医师说收入不错 自然能够享受美食 喜欢吃牛排搭配红酒 或是餐后配甜点冰淇淋等脂肪 都有可能提高罹患大肠癌跟乳癌的风险几率 至于蓝领阶级长期暴露在食棉电镀等工作环境 或者提神吃槟榔都容易得肺癌或者口腔癌 台湾人平均每五分四十秒就有一人得癌症 或许参考这些饮食习惯或工作环境 小心自保杜绝离癌风险 记者陈志宇周一的台北采访报道